从福建舰最新的画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电磁弹射轨道上的遮挡撤掉了 而且舰尾还停放了一架机翼折起的舰载机的模型 中国官媒三号大方公布解放军自制航母福建舰侧面全身罩 平直通常飞行甲板上三条弹射器完全公开 它发展了一百年才到了电磁弹射 但是中国大陆发展的第三艘 大概它现在从头到尾大概二十年 它就做出电磁弹射 解放军军事研发超音赶美 除了美国福特号之外 福建舰是全球第二艘拥有电磁弹射器的航空母舰 可大幅提升舰载机的起降率 中国海军也是希望用这种弹射器 透过新闻的报道来威慑相关的周边国家 譬如说台湾跟美国 这个是他们的用意 他们日常演训的时候 突然有一大批航舰战斗群 跑到东边或南边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海空军机舰都会侧应相关的兵力 来预定力 比较不巧的是台湾的机舰数目都远远落于对方 所以其实长久以往 其实会造成我们的兵皮马困 中国目前已经有山东舰和辽宁舰 两大航母舰队 福建舰确实有助扩大中国海上影响力 不过舰载机的起降速率提高 也会让我军忙于防守 就算不太可能直接部署在台湾海峡或是台湾东岸 但可能被作为北京制霸南海的新工具 中国海权印太扩张 解放军三步时抛出福建舰高清照 药武扬威 我军应对更是一刻不得松懈 金星文无论医码开车方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都在一手掌握議 好新闻 是究许